欢迎收看猫狗快讯 昨天我就因为六狗没有栓绳 差点导致一只大狼狗的死亡 这是为什么呢 昨天的不是这只狼狗 昨天我们也是在外景拍视频 拍了视频之后 想让狗自己回家 我已经养了有七八年的时间 平常从来都不会乱跑 我就把牵引绳解开之后 我自己收单反相机 收收音器那些东西 然后放到后备箱里 等我转身回去找狗的时候 那狗已经不见了 我想它是不是自己回家了 然后就到我们养狗的场地去看一下 那只狗也不在场地 当时我感觉就很不妙了 因为这只狗平常从来都不会乱跑 放它 它立马就会回家 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 所以昨天的情况非常反常 而后我就满山遍野地找它 找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都找不到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呢 对面山头上狗叫声非常非常大 我心里大概就有底了 我想这只大狼狗肯定是翻山越岭 翻到隔壁那个山头 因为时间是差不多的 这个山的地形我比较了解啊 从这座山翻到那座山的话 大概需要的时间就是一个小时时间 因为对面的山上有一个养殖场 它是养鸡养鸭的 所以我想这只大狼狗肯定是走到 对面山的养殖场里去了 被其他的狗狗攻击 然后我马上开车驱车到对面的山头 开到大半路程的时候 这辆小车已经开不上去了 因为对面山头那个路况非常不好 走了大概有三四分钟的时候 就看到那只大狼狗慌慌张张地下山来 事实上狗走丢了我倒不太担心 因为这只狗早晚会自己回来了 然后看到狗的几秒钟之后 就看到养殖场的老板 拿着一根棍子一个石头走了下来 他说以为这只狗是野狗刚刚准备把它敲死 因为这种大狼狗如果走到养殖场里面 伤鸡丫的话 那损失是非常惨重的 对于养殖场老板的做法 我也非常认可 场地里突然间来了只这么大的狼狗 如果不把它消灭的话 对养殖场的造成的损失是不可预估的 当时如果我再晚去五分钟左右 狼狗就一命呜呼了 所以在这里呼吁大家 遛狗的话一定要用牵引绳 不管你的狗再听话 那只大狼狗我养了有七八年的时间 这七八年期间从来都没有乱跑过 它昨天就跟疯了一样 找了一只自己不熟悉的道路 跋山涉水一个多小时 到达对面的山头 我也不知道它当时是如何想的 因为到对面的山头路是很难走的 要先翻过一个丛林 然后经过一片水稻田 才能到达对面的山头 当时找到它的时候非常狼狈啊 浑身上下泥巴裹满了 所以今天拍视频我就不带它过来了 让它面壁思过打入冷宫了 让它好好地反思几天 所以遛狗牵牵引绳是非常重要的 狗走丢了是小 把别人搞受伤了是大 谢谢收看本期视频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订阅点赞 谢谢